有什么味道吗? 是巴黎布尼 巴黎布尼 外面有大家都爱的起司 重点是里面是马铃薯 摄影师你知道什么是巴黎布尼吗? 各位观众你懂吗? 它是一个印度小吃来的很像是 然后我刚才在Hero Mark买东西 出来看到了一个档口 很像要收档了快点去买 哇很像有很多口味啊 看一下 有什么味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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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巴黎布尼 巴黎布尼 把中间搓一个洞 然后塞满马铃薯泥 加上一点洋葱 淋上辣椒浆 是里汁吗? 是里汁 最后加上多多的汁 最后淋上巧克力酱 来找个苏架的地方没有那么热 来先看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巧克力口味的 它放了很多东西在上面了 先试一个原装啦 虽然我个人呢 是不是很喜欢吃白色的那个叫马克力嘛 咬下去蛮有口感的 脆脆的 不过它上面是放到很甜 因为有很多那些巧克力啊 creme啊 还有那些五颜六色脆脆的 然后我挖掉了 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到很像鸡蛋壳这样的 咬到中间 它外面是脆脆的 来换一个口味 这个就按我吃了 也按Renny吃 为什么 外面有大家都爱的起司 重点是里面是马铃薯啊 吃一下 嗯 它有点起司 这个不错不错 除了外面咬下去有很多 那个马铃薯泥啊 可是外面又有起司 所以那个味道有一点复杂 可能是对于很多人来讲 Pani Buri 是很普通的小吃啊 可是 我第一次吃嘛 这样一盒呢 6粒呢 价钱是10块钱 刚才巧克力显示是10块钱 可以试下啦 没有试过的话 OK哇 这个Pani Buri 而且 暂时没有讲 吃到很清楚啦 为什么 因为我叫的不是 original 都是加了很多 topping 尤其是这个 也有很多大虫的味道在外面 所以 你也可以买一些圆装的来吃 圆装的话也是一样 10块钱 不过有10粒 你现在不够了